好 各位 請你再次回我 正如我做的 準備嗎 你的回合 非常好 好 好 上次帶他們出去玩雪的時候 那間餐廳有一個叫做 雞肉甘筍幾指燒賣 這間餐廳和Coffee超喜歡吃 所以今天我自己動手做 首先買一些雞胸肉回來 然後把它剁成雞肉 如果有攪拌機 就可以直接把雞肉放在攪拌機上攪拌 如果沒有的話 都可以像我這樣 搓做的 搓成像這樣的 雞肉 之後就切一些 蘿蔔絲 將一些切好的 紅蘿蔔絲 放入雞肉 做給狗仔吃 所以不放任何味道 浸泡杞子 燒賣皮可以用麵粉和雞蛋做 我選擇用豆子 簡單一點 豆子是正方形的 要把它剪成圓形 如果是寵物吃的 就要再剪小塊 剪這些豆子 有一個快點的方法 先把它摺成四分之一 剪完 攤開就是圓形 包完狗仔燒賣後 人的餡料可以稍微調味 放生抽、糖和胡椒粉 把餡料放入豆子中間 然後輕輕推 就已經成形了 然後撿一撿 變成燒賣了 最後在每粒燒賣上 加粒杞子 杞子對狗仔的眼睛很好 比藍莓更好 就完成了 狗仔燒賣 好可愛 小小粒 哈哈 人的燒賣大粒 大概蒸15分鐘 狗仔燒賣小小粒 可以蒸12分鐘就可以了 狗仔燒賣蒸好了 是不是很香啊 誰想吃狗仔燒賣的 嘩 嘩 想不想吃狗仔燒賣 放在手裡餵 我又自己吃了 嘩 好美味呀 狗仔燒賣 好可愛 哈哈哈 天嘉 寫了 嘩 鴿魚什麼意思 哈哈 哈哈 好啦 用手位吧 體弟 好吃呀 哈哈 體弟可以拍她吃播 還有一粒 那叫燒賣 嘩 哇,好開心啊